是以电或蚊香 熏蚊子 电蚊子等均多词语 许多人为方便除草 常以焚烧方式来处理 殊不知 草丛中 地底里 常有多少小动物 一把火烧了 不知有多少生命 同时也上升在火枯当中 这是很重的沙叶 不可不小心 有世人清理环境 常以闷熏或毒药 将蝼蚁 小虫予以赶尽灭绝 殊不知 此罪易重 我们可以三天前祷告 恳请观世音菩萨护佑 不令此众生受到伤害 又因果精云 医理不通之蒙古大夫 替人针灸 务实病情加重者 其死后亦堕此欲 丁板地狱 又名钢叉地狱 生前造贪污 不连 行费 欺压贫诺 待人刻薄 扣心解缝 号说兴颂等 此后打入丁板欲受罪 聚着地狱 生前以金融诈骗 盗人钱财或不信正法 长生邪见者 堕此聚着欲 江湖俗世以妄语欺狂 迷惑众生 骗取财色一同 聚着之苦 犹如披木般 被解披其身 断断膝被披裂 惨痛无比 铁蛇地狱 观佛三昧经云 于识众生 毁辱不诗 言诗无报 助人长击 善播一切众生 说师无因 亦无果报 敢此罪报 佛云 财师得财富 法师得聪明智慧 无畏而失 得健康长寿 又曰因果通三世 众善因得善果 众不善因得恶果 如有行善不得善果 或行恶不得恶报 皆言素世尚有余秧或余福未尽所致 铁枝地狱 观此地狱 铁枝灌口 从上而下 刹那间全身燃烧 痛苦哀嚎 悲鸣迎天 此皆生前造作恶业 感造所得 尤其是造作口业 我们不可不注意 口为祸福门 活狗地狱 三法肚鸣云 生前以养禅为业 或者禅戒 阿皮谈论经云 煎 炒 有命众生 或饲养小动物 为时虎豹之属 死后皆要堕死地狱 受活狗吞淡于践踏 上天有好生之德 对待动物也要有同等爱心 九 第九殿 平等王 平等王掌管大海之地 西南方卧礁石下的阿鼻大地狱 这个地狱环绕重叠 其周围宽广八千里 在秘密铺设的铁网之内 另设有十六个小地狱 一是敲骨着身小地狱 二是抽筋雷骨小地狱 三是鸭石心肝小地狱 四是狗石肠肺小地狱 五是身剑热油小地狱 六是脑孤蛇波齿小地狱 七是取脑未甜小地狱 八是针头刮脑小地狱 九是阳畜城海小地狱 十是木甲顶蝉小地狱 十一是墨西小地狱 十二是沸汤林深小地狱 十三是黄蜂小地狱 十四是易柱熬坛小地狱 十五是歇钩小地狱 十六是指射毒蛇钻孔小地狱 世间人犯以下罪事 应打入本地狱 一 违犯了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条例 像十恶的极恶 应受灵蚀 斩头 脚刑 枪 枪毙等罪行 这些鬼犯 在先前各殿的地狱中 受了各种苦行后 才押送到本殿受刑 二 放火焚烧房屋 毁掉了人家的财产生命 三 建立迷惑人们的思想 理论 方法和团体组织 或者制造使人心识神志迷幻 或控制别人意识的药物 如安非他命 马肥 大麻 古毒 摇头碗 可卡因 海洛因 鸦片等 四 专门帮人堕胎的人 五 专门诱惑少男少女性犯人 伤害未发育成熟的青少年身心 或者强暴未成年少女 六 绘制黄色的图画书籍 拍摄黄色下流的影视片 扰乱人们清静的心灵 导致读书人没心思学习 修行人退失慈悲心 使人因此造成疾病 人人不安于正道伦理道德 七 炼制有害社会的违禁药物 例如迷幻药 各种使人失去听觉 语言能力和自制能力的毒药或堕胎药 假如犯了以上这罪事的人 自从读了或听到了玉利宝钞的内容后 就能立即销毁 就能立即销毁 银书 银化 毁掉印刷板 不再运行 将制造违禁药物的方法配方销毁 停止控制一切邪恶的念头 不再传受以上邪术 若能这样 则准以免去各种苦行 并立即交给第十殿 发放去投胎人道 反过来 如果听说知道玉利宝钞的报应内容 仍然去做以上的罪事的话 则罪行不能得到宽恕 而且让他从第二殿开始受苦行 到了本殿加重刑罚 天色极形的行路 例如将空心的铜柱 以火散热 到能焚烧烫会儿心肝的程度 而后用链子锁住手脚 使他抱住炽热的铜柱 炽烤他的银业等等 在他变受各种小地狱的各种刑罚之后 再将他押入阿比大地狱 守各种苦行 尖刀穿过肺杖胸部 口中含着挖出的心杖 渐渐陷入地狱的深处 痛处永无休止 一直要到那些被害者的家业复原 被害者各个从头人身 当年所写所画 制作的黄色图片及书籍 影片及所印刑的毒药配方 和鬼犯亲手印刑 及辗转超客的所有银书图画 影片等物完全消失 毁灭静静后才准许将他提出阿比大地狱 压交第十殿 发放投生人道 世间人 假如没犯以上恶事 而且肯在农历的四月初八日 或在农历初一十五日吃素 清静身口一三夜 而后立下心愿 收买色情的书画 影片和色情的写术 器物 药物等寄居来焚毁 或者一行传超 宣扬这本玉律宝超 使宝书能辗转流传 一个传一个的劝话世人 那么在他命中之时 赵神会在他的额头上写下奉行两字 从第二殿起到本殿 凡是乘坐各种罪事的 因为有这一件功德 可减轻他的罪行 富有和有权势的人 能严格集拿放火的胸脱 收集色情淫秽的画 书 刻板等物品 予以公开销毁 并公告禁止所有遗害人间的物品 则准与毕印保佑他现实的子孙 学业兴旺 聪明健康 官运横通 富贵双全 贫穷苦难 孤独衰老病重的人 假如肯尽力请人印刷 传超宣讲玉律宝超 以劝化世间人的话 死后准与立即送交第十殿 发送到福地去投生 请看下面几个小地狱 众生受报的悲惨景象 风歇地狱 欲准云 事得荣贵 事行无忌 或诱人闺女 做事阳奉阴违 不能正己化人 致人邪行无耻 死后堕此地狱 当前社会 普遍存有 互不信任的心态 眼前唯唯诺诺 背后胡作非为 此皆是阳奉阴违 独蛇地狱 欲准云 风歇独蛇二狱 皆是成不耻之罪 有嗔恨心强者 亦堕此报 亦忰无羞耻心 任何坏事皆敢胡作 嗔恨心烈 往往容易失去理智 照作无边罪业 面中均堕此欲 甲顶取脑地狱 经历云 生时以傲慢心 成事父母 施掌 或做不法示范 或以种种苦 逼迫众生 如生前活作动物之头 令其惊慌痛苦 烦躁此罪行 堕此苦欲 丁实立封地狱 又名敦封地狱 御准云 凡为下属者 不能忠于上 四行曝露 或言其主者 均堕此狱 又烂砍烂伐 破坏生态 为徒享受 耗损自然者 嫌堕此狱 压实地狱 郁准云 以仇恨害命 嫁祸于人 适才傲恶 狂妄嫖荡 设计污人上命者 凡照此罪恶 死后 归入是罪 观此狱中 罪人被 成城铁鸭 纷纷淡食 死而复生 伤而复始 其苦 无有穷尽 真与地狱 刚针如同雨般 从空而下 浑身尽触 无不是被 细针所赐 罪人疼痛 哭嚎不已 此人生前 常多妄语 造作 无边罪业 或以 真要堕胎者 死后得罪报 为真与地狱 十 第十殿 转伦王 转伦王的殿 在阴间 卧礁石外 正东方 直对 五着世界的地方 设有 金 银 玉石 木板 奈何等 六座桥 专门 专门管理 从各殿 压界到的 鬼魂 分别 核定 他们 最福的 大小 发往 适大 不周 适当的地方 去投生 有 投生为 男生 或女生的 有 长寿 或 短寿 的 有 投生 富贵 之家 或投生 贫贱 之家 的 将 这些 投生的人 一一的 详细 记载 每月汇集起来 通知第一殿 在注册后 承送 丰都 名府 在根据 阴间的法律 按 投胎者的 罪负 情况 其 投胎 出生 方式 分为 胎生 卵生 师生 化生 五族 两族 四族 多族 等类 各类生灵 死后为 贱贵 在根据 他们的 罪 得 大小 依次 投胎 有些 一年 获一计 即死 有些 招生 目死 反复的 依罪 变幻 不管是 必定 被杀 而死 还是 不一定 被杀 而死 一律送到 转接 所内 考察 计算 他在 洋事时 所犯的 过错 分发到 各方 去受 报应 到了 岁 最终 年底 的时候 汇集 受 报 情况 送交 封都 明府 备案 有些 在 阳市 熟读 易经的 读书人 或 勤 送 经典 咒语的 僧人 道士 因 犯罪 被 勾涉到 阴间 时 由于念 诵 易经 咒语 等 以至 各地域 不能用刑 使他 受苦 报的 就 押解到 本地 按照 姓名 著名 所犯 罪行 并且 汇出 他 本来的 面目 名叫 堕落 声策 依据 这个 策子 押送 交给 孟婆尊神的 欲望台下 给他们 灌饮 弥汤 再 派遣 鬼竹 丫头 入胎 使他 在 转世时 死在 母亲的 胎腹中 或者 出生 才一两天 或 百天 十天 或 一年 二年 即 很快 死亡 使他忘记 在世间 所学的 如 世道 等宗教 真言 咒语 和经典 之后 在派遣 猛力的 鬼族 勾他 回到 各地狱 考察他 前生 所作恶事 捕受苦报 凡是 压介到 功生过 各半 以及 以受报 欺满 功生 少过多 的 鬼魂 立即 衡量 其罪功 确定他 来生的 福报 后 让他去投胎 有些 来生 美丽 有些 来生 丑陋 有些 生活 安乐 有些 生活 劳苦 已 确定 投生到 某地 某类 富贵 贫贱 之家 的人 也 交到 孟婆神的 欲望台下 给他们 饮泥汤 后 投胎 在 本店 点名 发放 投胎 人道 之时 常常有 妇女 苦苦 哀求 哭泣 说 我还有切齿的冤仇 未报 甘心当恶鬼 也要报仇 血恨 不愿做人 经询问其情况后发现 大多是未出嫁的少女 或原本是心地真洁的女子 被读书的不良少年 中学生 大学生或不良青年等看上 他爱她的美貌 或者图毛骗取她的财物 就陷进殷勤 百般地投其所好 用尽尽谋 不择手段地诱惑她成金 有的骗她 有的骗她说 我还没结婚 我一定会娶你做老婆 有的骗说 答应奉养她年老的双亲 或承诺抚养她前夫的子女 总之 古人 有古人的骗法 现代人 有现代人的骗法 都是把好话说尽 以致 女性被骗取感情 痴心地以为遇到可以依托终身的人 因此柔顺地听从她的要求 自从对方以身相许 玩弄一酒 男人们厌心见生 就将答应的婚事与约定 一再拖延 不愿履行 企图使乱中气 甚至于反而口出恶言 宣扬丑闻 以致令女方的父母兄弟 同学朋友知道 被周围的人轻视 鄙气 烧来无情的责备与羞辱 冤屈无处申诉 而羞愤的自杀 或者得到弃欲的肝病等而死亡 死后到了阴间才知道 这个复兴的骗贼 这次高考将考重 顿时愤恨难消 悲毫哭泣地要求 遵于所命 阎王细查 发觉果然是事实 但是这个男人的阳寿 还没完 同时他的祖德还未享受完 本地店就暂且准许这女鬼 带着名府的通行票令 进入考试的地方 阻止霍乱她的考试 或者要换录取名单的名字 在等此人命该终绝那天 准与随同勾死鬼 进门锁命 勾到第一殿 核查罪事 判断罪行的轻重 世间的人 如果在农历 4月17日发誓要立下信心 遵奉玉利宝超所讲的内容 知识所警惕的做事 并且常常将以上内容 向亲友们介绍的话 下辈子投胎做人时 将不受别人亲笔 不会遭遇政警 官家刑罚 以及水火等伤害与灾祸 转接所所在的地方 方圆宽11200里 周围上下都是铁的栅栏 其中分81个处所 每一个处所都有停台 并有判官官吏涉案济世 栅栏外 另有阳长阳的细小道路 共有十万八千条 盘旋弯曲的通往四大部州 路上黑暗的伸手不见五指 众鬼死生偷胎 进出都要通过这条路 可是由外往里看 却又亮如水晶 所有事情丝毫隐藏不了 判官派遣官吏 鬼族轮班把守 各鬼进进出出 都按出生时本来的面目 很容易可以分辨 所有掌管这些事物的判官官吏 都是在人事时 孝顺父母 友爱兄长 和睦亲友 秉公办事 同时实行戒杀 放生等功德的大善人 死后送入瓷所 负责管理 查办所有轮回 转接等事物 办过五年后 假如没错误 就会给他们加急 调生 予以奖励 假若怠惰 或者专权跋扈 刚愎自用 迅思舞弊等 或者不配合其他判官 官吏 妥善办理会议后 决定的发放事宜 或者有失察 致鬼犯漏猎 逃走 隐藏的话 则要被降职贬官 凡事在人世时 不孝敬父母 长辈 以及杀生 咒恶多的凶魂 受过各殿地狱 所施加的苦行后 经发配押戒 交到转接所内 先用桃花枝 抽打致死 死后 使他化为戒 将他改头换面 发进阳长小路 投胎成为畜生 所有的禽兽 虫鱼 要经过上万上千 上百次轮回堕落的劫难 才能受苦欺满 像胎生的牛马等禽兽 卵生的龙 龟 蛇 鸟 狮化生的蝴蝶 蜜蜂 蛆虫之类 都是要经过不断的轮回受暴 在这世生中不得出离 等到结束已满 若能连续三世不伤生害命 才可以再投身为人 这些由动物投身为人的 均叙述明白 既在彻集上 奏承给第一殿 批注判定他们来生的因缘 福报后 在发放投身到四大洲中 出身为男子或女人 发放之前要先交到欲望台下 十一 欲望台与孟婆神 欲望台为孟婆管理 孟婆神出生于西汉时期 童年时就熟读了儒家的诗书五经 青年时开始诵读佛经 他的修行已达到过去的事不思 未来的事不想的境地 在事时 他专心致志 劝人戒杀吃素 八十一岁时 童言鹤发 始终坚守针钞 未损童针 他只说自己姓孟 当时的人都叫他孟婆阿乃 后来入山修真 一直到东汉时 仍活在人世间 世上有的人 由于灵机深厚 能够知晓上一辈子的因果 因为喜欢耍弄智巧 述速 泄露了阴阳间的天机 导致世间的人 重新认回前世的亲属朋友 咬乱了世间的人情秩序 因此 玉皇大帝赐命孟婆阿乃 为幽冥之神 建造欲望台 遵予选拔鬼力 供他使唤 将第十殿所拟定 发到何地为人的鬼魂 用采质俗世的药物 合成嗜酒非酒的汤剂 分为甘苦辛酸咸无味 所有的鬼魂在转世前 都要先饮这一剂汤药 使他们忘记潜意识的事 药力同时再往阳间 维持药性 令他们或者因多思多虑 伤痞而流闲 或者因多喜多笑 多动而出汗 或者因多忧多愁而流涕 或者因多怒伤心而流泪 或者因惊恐而流唾 各令他们带有一分二分或三分的病态 在人世间行善的人 令他们眼及耳鼻舌四肢 比以往更精更明更强更贱 作恶的人 令他们的神智魂魄 精神抑制消耗 逐渐疲惫衰弱 这会使他们自我反思 以致寻音究国而忏悔 改错弃恶 重新为善 欲望台位于第十殿 明王殿前六桥之外 高大方圆有帐宽 四周的廊房有108间 有一条通道通向东方 仅一尺四寸宽 所有奉令压界到的男女鬼魂 在各廊房中都设有杯子 叫各鬼眼下尺迷魂汤 多眼少眼都可以 假如有刁蛮狡猾的鬼魂 不肯吞饮汤的话 他的脚下就会献出勾刀 将他绊住 鬼族用铜管吃他的咽喉 令他受尽痛苦后 动弹不得 再强迫他贯吞 所有鬼魂引下欲望汤后 各派遣诡异鬼族 搀扶着从通道送出 推上麻绳渣的苦竹福桥 桥下是洪水横流的山溅 在桥中向前一望 对岸的赤红色的岩石上 有陡大的金粉字四行 写着 为人容易做人难 再要为人恐更难 要生福地无难处 口语心同却不难 鬼魂们正在看读之时 对岸跳出又高又大的两个鬼 分别扑到水面 令两旁的鬼魂们 各个下下的站立不稳 细看之下 一个是头戴乌纱帽 身穿体面的礼服 棉袄 手拿着纸笔 肩上插着利刀 腰上挂着刑具 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睛 哈哈大笑的大鬼 他的名字叫活无常 另一个面上污垢流血 身穿白衫 手捧蒜盘 肩上背着米蛋 胸前悬挂着人指钳 头眉紧锁 生生长叹 他的名字叫死有份 这两个大鬼 催促逼迫着推落鬼魂们 使他们衰落 入洪水横流的山溅内 跟起道横浅薄的 欢呼着 可以幸运的得生人生 跟起道横深厚的 则悲伤哭泣 致恨在世时 没修好超越红尘的 出世的功德 以致这个痛苦的根深 还要在以后的 生死轮回中备受煎熬 男女鬼魂等 如罪如此的 纷纷各自依照 他们的各自姻缘 投生到各房舍中 将生产的孕妇胞胎之内 由于阴间阳世的改变 气闷昏昏 再加上胎身颠倒 不能自由 憋闷不已 于是双脚用力一踢 蹬破胞胎 奔出娘胎 挖得一生落地 开始了这新的一生中 形形色色的生涯 一般众生 由于常年累月的 贪恋人世间的各种五欲滋味 由其杀生数多 迷失了众生本有的如来佛性 辜负了佛菩萨的恩德 以及玉皇大帝 各位神明的训诫之恩 从未想到 如何做是善终 可以成为佛菩萨 如何做会饿死 堕落三恶到受苦 从未想自己未来是怎样的结局 以至于反复的做坏事 终于又成为鬼 白白的枉费了难得的一世人生 而且又将会堕入到无间地狱 成为饱受痛苦的鬼魂 以上各个条款律则 欲望台下的记录文官 整理好后 恭敬 承报给玉皇大帝 并编撰记载于 玉利宝钞之中 通行于凡间人士 令世间的人知晓明白 以便从善弃恶 奉行印刷传播玉利宝钞的善报 据求以堂籍记载 五子登科功名显 大兴县的黄方舟先生 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人 在回阳县当教育 与夫人一起都喜欢行善积德 他在任当官时 曾捐钱初刊客印金刚经 太上感应篇 音质文广义 各经文素食部 他的夫人也随喜捐钱 印证玉利宝钞一千本 广为布施印诵 并且时常买鱼鸟放生 其数成千上万 夫妇俩生有五个儿子 书林是康熙新未年的碳花 书静是康熙极丑科的近视 书琪是康熙已有科的举人 书婉是康熙极丑科近视 书轩是康熙鬼四科秀才 都获得了很高的学历和功名 据科润堂记载 客印宝钞会事连结 我的同乡陈仲长先生 很久以来就仰慕玉利宝钞的善礼 但是想到此书附近无法购买到 十分遗憾 有一天 他到书州城的一座古庙中进乡 很幸运的获证了一册 读后心中十分警测 毛发为之耸礼 因此 告诉俗识的厨家师傅说 世间的善书没有如此好的 此书不但有智慧的人阅读后 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醒悟 即使一般的人听闻其中的道理 也都会产生更加谨慎的德行 后悔以往的过错 于是发大怨心 照原书的式样 交给出版商刻板 以传播久远 诚心的希望天下的人 都能归于善道 刻印三年后 他的儿子宝简 参加北方围场鬼友年的乡试 考上举人 假虚年参加会试 又是连传捷报 并得到第一名 其荣耀直达一省 上天总是降福给善人 这可以说是最大最快 最明显的势力 据玉利宝钞新征校宴实例记载 免做手术出大病 何彩凤 南丹小厂人 患有胆结石 胜结石等四种病 已经过检查确诊 准备在医院开刀手术 手术前 他到凤凰寺烧香拜佛 祈求手术顺利 有位居士知道后 劝他先不要手术 用念诵玉利宝钞的方法解决 既不花钱也不痛苦 实在没有效果 再开刀手术也不迟 他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 发愿在佛菩萨向前 念玉利宝钞49天 求消除病痛 念到第十四天时 有很奇妙的好境界出现 念完后 觉得全身舒坦 病苦消失 此后三年多没有复发过 到医院化验拍片检查 原来的四种病全部消失 医生也觉得无法理解 玉利宝钞免了他的一刀之苦 到了凤凰寺 领了玉利宝钞后 来汇报好消息的人真的很多 简直无法统计 我们的文化水平有限 无法详细记录 尽选几例 贡献给大家分享 希望有痛苦的人 能借宝钞 先解除眼前痛苦 之后要发愿 念 南无阿弥陀佛 祈求今世命宗之后 能够往生到福报庄严 清静智慧的西方极乐世界的 莲花佛国净土 永远永远的断除苦恼 快乐自在 阿弥陀佛 运送宝钞 病魔远钝 我患有风湿性关节炎 宫颈炎和腹肿症 身体臃肿虚衰 走路十分困难 每日痛苦难堪 坐卧不安 我的儿女为我到处求疑问药 均无效果 我想 莫非是天生注定 我的病就这样无法医治了吗 我虽心有不甘 但却不得不接受现实 2004年 老林请玉立宝钞回来分发给有缘人 我也要了一本 但我的文化低 十字少 便叫家中十字的人读给我听 觉得内容很好 故事很有启发 但一直没有做什么功德 到了2005年3月底 我忽然醒悟 应该拿出些钱来印送玉立宝钞 一方面 可以忏悔自己因为无知而犯下的过错 另一方面 可以帮助别人见知因果而造福消灾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因此便请老林帮我买回60本玉立宝钞 仅一天的时间便发送完了 没有想到 不久后 我的身体渐渐的消瘦苗条起来了 身轻了 走路也有劲了 难言之隐的妇科病 竟然冰箫瓦解了 风湿病也大大的减轻 至今达到基本健康状态 这样的神效难以令人相信 阿弥陀佛 真感谢玉立宝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今后我一定对照宝钞 改过千善 广传善书 积德行善 永远弘扬玉立宝钞 天降宝钞救善人 戒杀次数早修行 毁谤善书和经论 迟早要受恶报应 正道许您都显灵 佛道度化有缘人 贫僧法名 世果家 法号广泉 熟名刘家泉 出生于湖北省宝康县后平镇 前平乡东风平村二祖 从1999年得知 玉立宝钞至2008年 共许印有几十次以上 经费达万余元 为全家老幼平安顺利 征服征寿 消灾化难 指引修炼 每次都是有求必应 本人在白死一生的命危极难中 及时在家神私命菩萨照前 上香祈祷 发誓许愿祝印玉立宝钞 求佛道 天地水 日月星 和三界一切正法 先真圣贤 慈悲护佑 买命放生 才使自己生命得以延续 且谨慎遵照玉立宝钞的教导 孝敬长辈 救济贫苦 善恶分明 爱国爱教 拥护党中央的和谐 社会政策 弘扬政法 立国立民 正直公平 大道无私 看破红尘 真心修行 爱惜佛 菩萨 神 及一切圣贤之相 保护经咒律论 严守戒规 勇猛精进 明师指引 替天行道 佛神典化 知恩报恩 利益众生 尽力助到 完成使命 找成正果 同登极乐 拿摩 阿弥陀佛 帮回玉利宝钞的恶报 潘养之 侮辱 玉利宝钞的恶报 潘养之 是贵宗县的读书人 平生喜欢毁宝贵 读书 常宣扬没有因果报应的错误言论 他阅读玉利宝钞时 在他所读的第一章上 那件死鬼在家一句旁 用诸笔旁批 是之志三个字 从第一殿起 用黑笔图调 用诸笔大大的写上 可笑二字 在第十殿 痴心屈从四字旁 用墨笔写上 妇人自己寻死 与男人何观 在转接索章上 用诸笔写上 乱说两个大字 在孟婆神章句中 用墨点去竖行 在苦根难断四字上 用诸笔圈了又圈 在幼父座 抛尸之鬼以一句上 圈上九圈 以后的内容 不是话差 就是涂掉 一直涂到 适时彩霞遍地 观音菩萨下降雨 这时 不知什么原因 家中忽然火光冲天 养之大惊 跳了起来 从窗子破窗而出 到了外面 突然双手爬地 两脚一起翻转过去 倒在木笼子里 一动不能动 好像被捆绑住一样 他的妻子轰逝 从梦中惊醒 裸体逃命 从养之身上跨过 让养之见到妻子的丑态 他的儿子听到喊声 莫名其妙地捧出玉利宝钞 交给隔壁的老先生 却又转身进房内 想捡取财物 却被火烧死 当时养之已重火毒 自知罪业深重 此劫难逃 叹口气对众人说 世间的人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刻薄 自以为是波无因果 千万不要去毁谤玉利宝钞 免得招来这样的现实恶报 说完后就断气了 身上的肉被火烧得糜烂 众狗争着私咬 他的妻子逃出后 感到没面子再住下去 于是离家出走 在路上被乞丐留宿并与他通奸 他年方33岁 姿色也不错 但是因为与乞丐通奸 以致想改嫁也没人要他 亲戚们也一概不认他 不久乞丐去世 又从以前的仆人搬到遥远的麻地 以后不再有人知他的下落 以上的故事 原记载于东赴玉利争编的部分 嘲讽宝钞被盗手断 印刷厂的打字员贺卯 边录入牌板玉利宝钞 边讥讽 这些内容都是那些信是 无端编造出来骗人的 哪有这么回事 他还嘲笑一位捐钱住印的朋友 你不如把钱给我 咱们还能吃上一顿 你不要太迷信了 两天后贺卯上街时 他刚买的新款彩瓶手机 莫名其妙的被偷走 又过了几天 他驾驶摩托车连人带车摔了下来 车严重损坏 手段做钱币粉碎性骨折 治疗了几个月 花了近万元 都没有完全全 我会把钱摩托车啊 那么多前面 我会把钱摩托车